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令人关注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据法国媒体报道 法国反间谍机构揭露 中国官员公开参与在法国进行威吓和绑架中国异议人士的行动 这些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和5月 涉及强制遣返和威吓异议人士 这些行动显示 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行动机范围令人担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情况 尽管中国当局推出了一系列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措施 但投资者对此信心不足 导致开发商股票大幅下跌 香港恒生内地地产指数下跌了0.7% 多家大型房企的股票也出现了大幅波动 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的刺激措施难以扭转房地产市场的颓势 得的就职表示祝贺,并强调美台之间的民主价值观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法媒体,中国官员公开参与在法国威吓绑架中国异议人士的行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反间谍机构透露,在近期发生的一起试图强制遣返和另一起威吓中国异议人士的案件中,都有中国安全机构的特工和官员出现在现场 法国世界报近日报道,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和巴黎警察局的调查发现 在今年3月22日,发生在法国的试图强行遣返异议人士 即5月8日试图威吓一位维吾尔族政治难民的两起事件中 中国官员都被发现在现场公开操纵,没有试图掩饰他们的行为 或者在被法国警方阻止后试图逃离法国 他们的这种做法与以往俄罗斯土耳其或者车程的特工试图掩盖自己的行为完全不同 报道说,巴黎第18区警方5月8日接获报案,说一位哈萨克籍维吾尔女子,古利巴哈,面临在家被人绑架的威胁 她曾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2020年10月抵达法国生活 她曾被中国安全人员警告,如果她不近身,不论她在哪里,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影响,都会被带回中国 警方抵达时,当场有约10名黑衣男子 警方控制并调查其中6人,发现其中一名官员持有官方护照,与中国驻法大使馆有关 根据报道,今年3月22日,现年26岁来自广东的中国异议人士林华战 被中国特务人员绑架后试图强制遣返 但她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坚决拒绝登机 在法国警察介入下,林华战重获自由 这一案件曾被法国电视二台及杂志披露 报道表示,法国情报机构认定 在巴黎的一些中国机构或公司充当中国政府的幽灵警察局 进行追捕海外异议人士的行动 报道说,中国官员公开在法国从事威慑或绑架政治异议人士或男民 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 表明中国甚至敢于在中国境外从事这类行动 报道表示,中国特工和官员在5月8日和3月22日 事件中展现的胆大和妄为 令人担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及触角之光 尤其是中国大使馆官员介入其中一些案件 显示中国为了压制海外批评中国政府异议人士 而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投资者对中国当局支撑房市措施信心不足 开发商股票大幅下跌 美国之音中文网 由于投资者对中国当局采取的所谓历史性稳定危机 重重的房地产业的措施 未能有效地支撑需求和信心地持续扭转 感到忧虑 中国开发商企业的股票周一摇摆不定 香港恒生内地地产指数Index 周一5月20以下跌0.7%收市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开会承诺 将协调措施清理未受房屋库存之后 该指数5月份已经上涨了18% 路透社报道说 陷入困境的国企开发商中国万科 在早盘大涨6.4%之后 以下跌0.2% 收作 世贸集团 广州福利地产 RNF Properties 佳照业集团和和景泰富集团 都暴跌了10%以上 中国财政部5月13号宣布 从当周起开始发行总额为1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1380亿美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以刺激和拉抬萎靡不振经济中一些重点行业 和重点建设的复苏和发展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 2024年一般国债 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的有关安排 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包括 20年期、30年期和50年期 而且都是按半年复息 其中的30年期债券最先将于周五开始发行 2024年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总额为 1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20年期国债总额为3千亿元人民币 30年期国债总额为6千亿元人民币 50年期国债总额为1千亿元人民币 中国当局5月17号又推出了一系列 旨在扭转房地产业困局的新举措 其中包括大局收购过剩房屋 降低抵押贷款首付 取消第一套和第二套住房的利率下限等 作为其中措施的一部分 中国的央行还说将为国企设立一个3千亿元的 银行放贷 路透社的报道说 在过去两年 政府出台的 一波波政策支撑措施都未能提振房地产业的颓势后 当局上周五公布了自称为历史性时刻的最新刺激措施 不过许多中国观察人士在他们的评估中则更加谨慎 分析人士表示 中央政府决定作为买家介入市场是重要的一步 但是融资的总量与全国估计的价值数以万亿元计的住房库存量相比 显得可怜 报道表示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1到4月市场有3.9万 1.4万立方米的新屋出售 年增24% 有预估表示 要买下整个库存需要约1万亿美元的资金 报道表示 环球金融集团麦格里的经济学家们说 北京先前用18个月清理未受库存的说法 可能是政府的政策目标 而不是目前所说的28个月的时间表 他们说 要实现这一政策目标 预计将耗费2万亿元 报道援引分析说 鉴于政府资金的有限工量 以及在执行中的不同挑战 仅仅这一政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 在此前多项政策失败之后 政策制定者朝这个方向采取措施 令人鼓舞 此前的2023年1月 中国当局在8个市点城市 推出1000亿元的转融资机制 购买库存 用于补贴出租住房 官方数据显示 到今年1月 只用了20亿 表明市场缺乏奖励措施和参与兴趣 而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欠债9万亿元 可能不太情愿扩大他们的低收益的社会住房项目 而银行也不愿向潜在亏损的生意放贷 中国房地产业自从2021年监管部门开始去杠杆化整顿以后 陷入了危机 大型房企因银行断贷而陆续爆发债务危机 恒大 碧桂园 万科 华晨 亚居勒等 接连发生债务违约 导致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的这一支柱性产业陷入债务危机和销售低迷之中 严重拖累整体经济的复苏 美专家解析赖清德时代的两岸关系 美台关系 及台湾防卫 美国之音中文网 5月20号 民进党籍的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正式就任 这也意味着台湾正式进入赖清德时代 长期以来 赖清德一直被北京视为麻烦制造者 因为他曾经的台独背景 他曾将自己形容为一名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也因为他的言辞比谨慎的蔡英文更激烈 他曾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在就职演说中 赖清德总对于台湾国际地位 台湾的民主进程 台湾经济 尤其是关于台北和北京微妙关系的表述 受到了各方的密切关注 美国之音与五位专家梳理赖清德 此次演讲所传达的重要信息 并探讨其未来执政的政策走向 包括两岸关系 美台关系 以及台湾未来的防卫等 两岸关系 莱清德要维持现状 分析 两岸关系应该不会恶化 在就职演说中 针对两岸关系 莱清德表示 要秉承四个坚持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他还呼吁重启两岸对话 四个坚持是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于2021年提出的 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中国认为这些主张将推动两国论 不过与前总统蔡英文的用词不同 赖清德不称中国对岸 而直接称呼中国 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比蔡英文强硬 新泽西州拉玛珀学院政治学教授陈鼎 对美国之音说 他认为根据就职演说的内容 两岸关系不会进一步恶化 原因是他演说中的内容 与外界所期盼的内容相符 此前赖清德对自己的定位 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当然在大选后 他的措辞和态度都有所缓和 但是北京没有期盼 听到那些自己想要听的东西 比如说一中原则或是九十二共识 陈鼎对美国之音说 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郝忠明 认为赖执政执政期间 与台湾与中国摩擦的风险 可能与蔡英文执政时期差不多 我认为民进党认识到维持现状 可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因此我不认为赖清德会超越 蔡英文八年任期内所做的事情 他告诉美国之音 与此同时 在演说中 赖清德强调在对等的基础上 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 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和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 重启两岸对话 今年四月 习近平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会面时提到 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 外界解读两岸不久后可能重启观光交流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认为 这是赖政府抛出的橄榄枝 中国可能乐于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并不是中国的最终目标 不过我不认为这将缓解两岸的紧张局势 因为中国的焦点并不是旅游本身 而是期盼这将阻碍台湾独立的声音 他对美国之音说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 对双方可能重启观光和学生交流 则表现得更为乐观 他对美国之音说 双方恢复民众交流 将强调北京不准备在期间 对台湾采取任何严厉的行动 台湾地位 赖清德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分析中国反应相对温和 在演讲中赖清德强调了台湾的主权 赖清德在演说中更强调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他呼吁 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反并吞互主权 不可为了政权牺牲国家主权 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台湾独立的言辞 他说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周一言辞批评了赖的就职演说 他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并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这基本与对前总统蔡英文的批评一致 博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博斌说 在台湾独立问题上 中国应该是更看重赖清德怎么做 而不是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看到前总统蔡英文 虽然不提及独立 在蔡英文的领导下 台湾与中国统一的想法渐行渐远 所以北京方面认为 赖清德与前任政府的说辞类似 从他过去的行为和语言方面 我们并不相信他 北京可能将进一步进行威慑 加强对台湾施压 因为他们想让赖知道 如果推进任何独立工作 那么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告诉美国之音 著名台湾学者萨特则认为 北京的回应相对来说是温和的 萨特分析 目前的大环境是 中国的外交策略 从此前激进的战狼策略 转到了一个温和克制的外交策略 他举例说 在菲律宾和韩国等国 对台湾问题做出不利于中国立场的表态之后 中国虽然在语言上多次警告 马尼拉和首尔 但在实际动作上 并没有进一步使冲突加剧 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 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以适得其反的方式 使局势升级 他们强调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做出的这一努力 这是今年的新特点 他们将克制的处理分歧 将展示他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萨特告诉美国之音 在当选后 赖清德曾表示 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必要宣布独立 在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任后 已经有10个邦交国与台湾断交 并与中国建交 目前台湾还有12个邦交国 总体而言 在国际舞台上 我认为台湾已被视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 虽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 夏威夷大学的郝忠明教授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特别是在经济实力方面 台湾已经在国际舞台上 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因此我认为失去一些非洲 拉丁美洲或太平洋国家的承认 并不一定意味着 台湾的整体全球影响力已经减弱 美台关系和台湾防卫 赖清德与民主国家 肩并肩共同抵御中国威胁 在演讲中关于美台关系 赖清德只提到一次 他说就在上个月 美国也完成了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 将提供印太额外的安全援助 我们感谢世界各国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 我们也要向世界宣告 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 和平是唯一的选项 繁荣是长治久安的目标 不过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及民主并表示 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以退让的坚持 他还表示台湾将与民主国家兼并肩形成和平共同体 来抵御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渗透 发挥威慑力量 避免战争发生 靠势力达到和平的目标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美国时间5月19号晚发布声明 祝贺赖清德正式就任台湾总统 并强调 两国关系是以民主价值观为根基的 美台两国的伙伴关系以民主价值观为根基 在贸易、经济、文化和民间关系方面 将继续扩大和深化 我们期待与赖总统以及台湾各政治派别合作 推进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 深化我们长期的非官方关系 维护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 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认为 赖清德克制而不具挑衅性的演讲 给美国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预计美国将进一步增加 与台湾的军事、国防和政治合作 与此同时努力防止台湾海峡出现危机 此前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公开表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在2027年 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100周年的年份 之前制定好入供台湾的计划 而这阵风赖清德担任总统期间 华盛顿知名美中关系专家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 对美国之音说 由于多种因素 最重要的是解放军能力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风险正在增加 台湾的政策也是一个因素 但迄今为止 台北一直强调其维持现状的决心 即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没有必要再采取措施谋求法理上的独立 他说 我认为美国极有可能在台湾受到攻击时伸出援手 尽管其方式仍不明确 在今年4月 美国通过了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议案 拨款81.2亿美元 用于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 陆伯斌认为 在过去四年台湾防卫政策的转向 即从大型武器转向精准的防御型小型武器 使得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难度大大增加 这使中国武统台湾的成本大大增加 而这是个很有力的威慑 美国将继续与台湾合作进行防卫 来避免台海危机 他告诉美国之音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 申请对以色列总理、防长 以及哈马斯三领导人发布逮捕令 美国之音中文网 国际刑事法院ICC检察表示 由于战争罪行的相关指控 他正在申请对以色列总理 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 以及三名哈马斯领导人 发布逮捕令 但是这位检察官的行动 遭到以巴双方的抨击 和美国会两位参议员的强烈谴责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 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 加沙战争持续七个多月后 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上述人员对被指控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应承担刑事责任 卡里姆汉在声明中指出 他之所以申请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逮捕令 是因为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之后 他们负责并实施了在加沙针对哈马斯的攻击行动 他同时也申请了针对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 哈马斯下属军事部门卡桑旅指挥官穆罕默德·马斯里 以及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逮捕令 卡里姆汉提出针对上述人员的逮捕令申请之后 一组预审法官将根据相关证据决定是否合法逮捕令 不过国际刑事法院没有执行逮捕令的手段 而且他对加沙战争进行的调查 一直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强力反对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都曾否认有关他们犯下战争罪行的指控 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集体表明 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冲突中人类行为根本底线适用于所有的人 而且这对我的办公室以及本院处理的形式平等的适用 路透社引述卡里姆汉的话说 这也是我们将要以事实证明的 即人类的生命价值平等 卡里姆汉又说 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指控 包括要他们对利用让平民饥饿作为战争手段 任意导致巨大痛苦和任意杀人或谋杀等罪行承担责任 针对哈马斯领导人的指控 包括要求他们对包括毁灭和谋杀 绑架人质 实施酷刑 强奸和其他性暴力在内的罪行负责 卡里姆汉的行动遭到数位以色列部长 以及巴勒斯坦代表的谴责 将一个民主国家致力于抵御 令人不齿的恐怖行动的领导人 与一个嗜血的恐怖组织的领导人相提并论 是对正义的严重曲解 也是悍然的道德崩溃 以色列战争内阁部长本尼干说 哈马斯高级官员萨米·阿布·祖赫里 也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针对三名哈马斯官员的逮捕令 是将受害者和施害者相提并论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 共和党参议员吉姆·李施发表声明 谴责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针对以色列领导人的逮捕令 极其荒谬 并且在以色列遭遇危难之时 还念念不忘对其捅刀子 法院同时申请针对哈马斯和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 呈现出他们行动中一种虚假的道德平等 以色列在对哈马斯鲁莽入侵做反应时 已经采取极端措施保护平民 而哈马斯则强奸和谋杀以色列和美国平民 李施在声明中说 梅迈利为AZA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也发表声明 严厉抨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举动 这一令人愤慨的决定 直接打脸以色列独立的司法体系 而这一司法体系的独立性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也不要忘记国际刑事法院 也曾威胁要对在阿富汗的美军采取行动 而我们根本不是该法院的成员国 格雷厄姆在声明中指出 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拥有124个成员国 这些成员国承诺 一旦有该法院下令逮捕的人落脚他们国家 就会立即将相关人士逮捕 但是法院本身没有任何执法的力量 以色列和它最坚定的支持者 美国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 中国和俄罗斯也不是成员国 国际刑事法院曾于2023年3月17日 发布针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和俄罗斯儿童权力专员 玛利亚·利沃娃·别洛娃的逮捕令 指控他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 负有非法驱逐和绑架乌克兰儿童的责任 对普京的逮捕令 是首次针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领袖发出的 谢谢大家要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